《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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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常对人理的意思是 就是我们此集 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在什么样的周围上 你就要尽到自己的本分 很多人会感觉到 其实我平常心还是蛮安的 但是我只要一到了工作场所 我就心不安 因为工作场所里面 总是会带来很多的压力 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是非 那么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我要心安也不可得了 那如何在工作环境里面 求得心安呢 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元师傅 师傅您好 圣元姐好 是 师傅您告诉我们 就说 当我们心不安的时候 去反省自己 就可以得到心安 那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我平常啊 每天都蛮心安的 可是呢 到了工作场所以后 哇 问题分治它来 马上那种 安定的心就不见了 那么在工作环境里面 是不是也可能保持一份安定的心 是不是师傅告诉我们 怎么样做到 工作环境里面 不安的心怎么产生的 也可能是 你不喜欢的一份工作 也可能呢 工作太繁重 也可能呢 同时之间呢 给你增加的困扰 也可能呢 你那天心情不大 早上跟先生吵了一架 也可能呢 那天早上起来以后 有点感冒 受得凉了 你到了工作办公室的时候 吞了昏昏的 心情是不好 所以是 在工作场合 发生这个 心不安的原因 也是蛮多的 那就看看 还是要找原因 还是找原因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 今天呢 就心不安定 那如果找到原因呢 这问题又比较好处理 比如说你 刚刚跟先生吵了架出来了 这个就无聊了 在家里面 跟先生吵架 现在现在也不在这儿 人会跟你们吵 这个不需要把 家里的气氛 带到办公室里来吧 还有如果说你感冒 有点 哇 感冒了 感冒了的时候 一定会幸福气躁 头脑不舒服 胃也不舒服 眼睛也有点湿湿的 这个胃也尖 好像都是不舒服 所以整体表现也是会差的 这个时候 那你心里不必难过 身体不好的时候 就是会这样子 那不必勉强了 那自己呢 这个 你要阿弥陀佛 或者是呢 心平气和的 你说我接受 我今天是在感冒 我今天这不舒服 那接受这个事实 那今天能够工作得很好 很好 工作得是那么好 也正常了 我说那不好嘛 那你的心情 也不会那么不安 如果你跟这个同事之间 发生了一些什么 一些不愉快 可能是同事给你的 那你说 这个同事今天挡在身体不舒服吧 也许她今天跟她的老公 或者是跟她的太太 这个怎么样子 发生了什么事了吧 或者是她这两天 大概是有一点什么心事吧 或者是说 她自己打个工作做得很不舒服 不顺利 所以是呢 她发了脾气了 所以给我不舒服 或者是 这个人的性格 就这个样子的 她一想就是这个样子的 人家碰到她 她就会是这个样子 叫人家不舒服 那你如果是这样子 一看呢 这问题不是你 是 我讲 工作里面 很多的问题 我觉得是来自于要求 比如说 我们要求别人 就给别人压 告诉压力 别人要求我们 就会对我们构成一个压力 那么还有我觉得就是 比较 如果整体的团队 不能表现的特别的好 那么可能你在这场 这种非常激烈的竞争里面 就会落败 所以我们现在也看到 景气不好 很多的企业都面临这种 这个生存的这种挣扎 所以这种竞争的压力 是非常大的 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 我们又如何追求 在工作场所的心安 一个呢 近期在我 要使得自己能够成长 自己要努力 要 这个非常的用心 对你的工作 了解 熟练 对这个整个的 你的工作的环境 要清楚 然后呢 你能够输能 尊巧 跟人相处 也是一样 人家不了解你 你最好是了解人 那我们就是 第一个 心里面要有一个 随时准备 要随时 随时 要 随时 随时 成长 这一个呢 挫折和成长是相对的 挑战呢 挑战不一定是坏事 可能是自己更成长 可能就是受到挫折 那挫折之中 你虽然呢 你觉得我是挫折了 我告诉你 挫折很好 挫折是你换取的经验 挫折本身就是等于是交流修费 这也很好 你一次的挫折 两次的挫折 你不要以为 挫折你是很痛苦的事 这是经验 如果你修取经验之后 你根本 你还是没办法 那就是说 一切都是因缘了 因缘 负德 不在于我 人家有机会 我去更常去的时候 没有了 还有我给人家打球的时候 常常啊 我想想 是不是想 这个球我要去借 结果人家去走了 就是说我自己笨 我自己的手脚慢 头脑反应慢 那这个先天是如此 那没有办法 那我就想考虑到改行了 所以是找路走 这个怎么样的路 换一个位置 换一个岗位 这也叫做安逸 也是安逸 安逸以自己的本分 而能够工作的行业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有的人就是 不管怎么样 一头窗进去 这个长的头脑去流 就长得你死我活 到最后不成功 就是成人 这个我为什么这样做 这是愚痴 安逸 基本的原则 自己知道是什么才能 自己知道这个是因缘 现在这个因缘 是不是我应该能够做的 能够争取的 能够从事的行业 这个时间 这个环境 现在这个我能不能做 做得到做不到 这个非常考虑 是 那么我们如何在这种 故意和紧张当中 追求心灵的平静呢 那我们继续来请教 盛言师傅 师傅您好 盛言师傅好 是 师傅啊 我记得这个英国 有一个大文学家 也是哲学家 罗素 他提出一个理论 叫做懒散论 我一开始的时候觉得 怎么可能会叫人家懒散 可是他的理论蛮有意思 他是说 其实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 如果我们太勤劳了 太追逐物欲的享受 就把这些资源都用光了的话 可能就会影响到后代子孙 所以他其实他提倡 让我们稍微懒散一点 稍微easy一点 就是好像比较重视一下 精神的享受 会过得好一点 不知道师傅 对这种懒散论 有什么看法 因为伏法要讲静静 静静 静静 听起来是跟这个懒散 是应该是 好像有点抵触 有点抵触的 但是 这个伏法又叫调琴论 调琴 调 这个弹钢琴也好 谈琵琶也好 调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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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弦 这个弦不能太紧 是 太紧了的话 那个声音不好听 而且 紧得到最后可能 一弹马上就断掉 或者是呢 这个声音很刚 非常的难听 对刺耳 还有呢 这个也不能太松了 是啊 太松了的时候 噗噗噗噗 没有声音了 所以要调的恰到好处 很 不柔 不刚 不紧 不松 而尺子也很 那这个 叫做调琴论 那这样子的时候 叫做静静 如果是奔得太紧了 那有问题的 人的生活也是一样 人的生活呢 我说鲁树的那种观念 叫做懒散论 那是应该是对于那一些 有工作狂的人 或者是呢 就是专门在为了名 为了利 为了地位 拼命的追求 追求追求追求 追求不宜的人 也就是说 永远不知足 永远不满足 永远呢 在那边呢 非常痛苦地在生活的人 嗯 这种人 实在是啊 这个 直接痛苦 让人家也痛苦 好 那么 讲到这个社会资源的问题了 社会资源 并不是因为 我们努力 这个 才会使得生活资源 会浪费 或者是生活资源 会啊 这个空虚 或者生活资源 会渐渐渐渐渐渐的又来又少啊 而是人的 这个一种啊 不知道怎么样子应用社会资源 这个 所以破坏了社会资源 为了人的自己的 生活的便利 或者是呢 生活上的一种享受 那就是破坏自然 这样子的时候 对自然有伤害 其实对人的一种生活啊 最好能够啊 不要太紧张 所以说我 教人家修行的时候 一定是教人家 先要放松身心 放松身心之后呢 你在做任何事啊 就是不慌不忙 而啊 顺序渐进 所以是呢 我倒并不一定赞成所谓懒山论 但是我赞成了一个人 要有点时间是悠闲 适度的 适度的悠闲的 悠然见懒山 这种心情也很好 但是呢 悠然见懒山 并不是说一天到晚在那边睡觉 不做事啊 悠然见懒山 那这种工作的生活 他还是在工作 并不是整天呢 不工作的 也叫做懒山 所以是呢 这个过去的 一种田园的 这种享受啊 所以田园生活的享受 已经我们现在都市的人呢 能够知道 如何调剂自己的生活 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不调色 那是很痛苦的事啊 所谓调色是 就是呢 这个 你当你工作的时候 工作到一个段落的时候啊 你必须要调剂一下 是 并不是同一个工作 一直做下去 一直做下去的 所以是我到了 我经常告诉人啊 说你一个星期之中 每天工作 是不是要钱 是不是也可以 有一天两天呢 不为钱 而且做一样什么事 嗯嗯 那不为钱而做的是 不为民而做的是 这个事啊 虽然身体一样的在动 但是呢 你跟为了钱 为了民而动的不一样 心境不一样 感受也不一样 这是调整一下 因此现在我们 我们的团体里边呢 义工 很多啊 我们有这个上万位这个义工 这些义工不断地在付出 他们用利用他们的假期 利用他们自己的生活的空闲 也有利用啊 他们在退休以后的啊 这一段黄金岁月 来做义工 来做义工 他们做得很愉快 所以心情的调适 就能够使得一个人的观念 或这个感受啊 就会变 关心的改变 所以这个不一定是乱善的了 是 这个我们这些义工菩萨们呢 这做些什么呢 是做一些服务工作 我们使得这个环境更清洁 而自己用的东西呢 我们希望能够资源回收 回收以后再用 而且再把它整理一下子啊 还可以分享给人家需要的人 那么像这种工作做的时候 做的不会破坏自然的 也不会的使我们那个这个 这个自然资源 或者以及他人呢 受到影响 受到什么破坏的影响啊 是 所以要不就是 换一换工作 调剂一下自己的身心 要不呢 就是换一种心情 对 也是一种调剂 是 不一定要懒散说 对 休息休息 是是是 谢谢师傅开示 现代人呢 因为太过讲究效率 同时呢 太过追求成功 所以常常呢 紧张 不安 引起了很多 身心的疾病 同时呢 也引起了很多的意外 所以呢 离平安就越来越遥远了 越求平安 可能越得不到平安 那怎么样 又能够有效率 同时又能够有平安呢 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言师傅 师傅您好 亲爱的姐好 是 师傅啊 这个法谷山我们出了一个小本子啊 叫讲平安啊 里面有好多名家的文章 那么我特别记得有一个 尤钱贵先生他写的篇文章 他说 留一点钱给子孙赚 因为我觉得这个标题很有意思 我就看了 他的理论就是说 如果你太忙着去赚钱的话 那么他说你一天啊 很认真的工作 全神贯注的工作 如果超过四到六个小时的 那么你就是在用你的健康 去换金钱 燃烧健康 去换取金钱 那么最后呢 可能你就会 失掉了身心的平安 所以他就呼吁大家 留一点钱给子孙赚 不晓得师傅 您对他的观念 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也赞成 我也赞成 如果一个人就是贪得无厌 希望追求成功再成功 这个成功是无限的 希望赚钱再赚钱 也是无限的 有些人 得少为主 有些人呢 叫自作常乐 这两个不一样的 得少为主 得少为主 得到一点点 就满足了 以为觉得已经够了 和自作常乐 和自作常乐 也不大一样 这两个不一样 得少为主 得到一点点 自作常乐的话呢 他在多也做 少也做 这多也做 少也做的这个情形呢 是蛮轻松 蛮愉快的 能多 很好 很好 满足了 不能多少一点 也很好 但是呢 它到好处的 不要让自己 那么痛苦 让人家 受到什么损害 这个事啊 叫自作常乐 这不是得少为主 得少为主是不求上进 另外呢 一个人呢 是拼命地赚钱 拼命地追求成功 追求财富 而没有限度 但是不是手段的 或者是呢 只要希望能够自己 变成一个地方上的首富 或者是变成一个 决心的首富 或者是变成 这个 一个国家的首富 或者变成这个 世界上的首富 这个 没有止尽的 是 所以如果有追求 这样子的一个梦境的话 是很痛苦的 非常紧张 非常痛苦 到了以后 把它射掉 这个 这个 射去了 你想把它抓回来 那有点像赌徒 赌徒啊 都希望 能够 把人家的 口袋里的钱全 变成自己的 但是呢 把全部赢回来 一下 一下是赢回来 啊 输了 希望 这个赢 赢了的也希望 更赢 更赢 这个一个赌徒啊 永远不满足 这个也是很痛苦的事啊 那么我们一般的人呢 如果要生活得很愉快的话 不是这个样子 这个 能够 能有知足 能够有满足感 那这样子的时候 随时都会啊 生活得非常愉快 师傅上次也谈到 就说好像 有时候适度的悠闲啊 怎么样享受这种适度的悠闲 它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好处 你讲到 调情论 嗯 那生活上 每天要有适度的啊 空间啊 让自己的头脑 能够休息 尤其是头脑 休息 身体还是可以运动的 嗯 有的时候身体休息 头脑没有休息 那不算 主要的是要头脑休息 头脑的脑神经休息 身体 神经休息 所以是喝茶 享受那种 这个淡淡的 轻轻松松的气氛 或者找朋友啊 这个随便 谈谈 聊聊天 谈谈一些一些一些小故事 或者是个个人之间聊天 天南地不得 不需要要用太多的头脑的 这个就是把头脑放松了 身体也放松了 这个如果休闲 这个如果休闲 是等于睡觉 那也是错的 所以说我想 这个西方人啊 能够在这个咖啡座上面 他们不是在睡觉 他们不是在睡觉 而是呢 就是享受那份悠闲 这份悠闲就是头脑是轻松的 身体 并不是在睡觉 所以这个不是懒 而是在修 而是在调 调整事情 是 现在我们 中国人之中呢 也有一些人呢 富庸风雅 但是常常坐在这个茶馆里边呢 能够喝茶 也喝个几个小时 我想这个倒是 是过分的 现在有 所以说悠闲是要恰到好处 恰到好处 并不是在茶馆里边 就是泡在茶馆里 就是泡茶馆 那这个是无聊了 那么在大陆上 有一些人呢 提了个鸟笼 那整天呢 就是白天是溜鸟 这个早上溜鸟 这个白天呢 就去泡茶馆 那晚上就回去睡觉 像这种是这个社会 对社会来讲是很糟糕的 那我还是欣赏这个欧洲人呢 是 他们悠闲地喝茶 这个悠悠闲闲地生活 但是呢 他工作的时候 还是很努力地工作的 并不是说整天都在泡在茶馆里边 那中国人有时候工作的时候 拼命工作 就是喝茶的时候 就拼命喝茶了 在泡茶馆了 像这种我想都是需要 我们来调整 是 不光是认为这个场 是跟我们整个社会 是息息相关 因此呢 就是彼此 这个合作 合作 在情况下 来进行我们 我们的工作 这个是最常的能力 是 这种的能力 在这种能力 是 是